行的 请看 魔 我找到了藏传佛教 在尼泊尔我朝圣的时候 雪千寺在壁画 你看佛城佛道的时候 上面不是有三个魔女吗 右下角 对不对 魔女来了 接下来上面呢 有万马君腾的这个妖魔鬼怪 你看 真正的魔是存在的 这是欲界天魔 可是佛都如如不动 你看所有的剑射下去 佛都变成了花 因为他慈悲三昧的功德力 所以写下来 什么样可以降魔 心不受外境影响 你就可以降魔 心不受外境影响 你就可以降魔 假如你做不到怎么办 佛力 法力 自力 念观世音菩萨 念地藏王菩萨 念阿弥陀佛 或是任何一个 专心的咒语你 你念 它都会产生力量 专一地选一个念 就会产生力量 因为这些都会有佛力加持 好 因此你如何明白 自己安心的禅法呢 一 配合你过去的修法 心安下来 专精 比如你过去喜欢送妙法灵华经 你就发愿念 三年的妙法灵华经 你一定会降魔 你喜欢钥匙经 也可以 钥匙经也可以降魔 念钥匙如来 连续念一年到三年 不要中断 重点是专精 请写下来 不要一直换 有人念念阿弥陀佛一个月 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释迦摩尼佛 嗨 魔教 嗨呀 别念啦 对不对 反正你也出不了 我现在讲一个故事是真的 六字大明咒 在台湾我们很多人也念六字大明咒 我也曾经碰到佛有问过我 有一天呢 他遇到幽冥界众生来 他念 六字大明咒 万咒之王嘛 就像念念念念念 有一天梦到幽冥界众生来 嘿嘿嘿嘿 我也会念 4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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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r 不念了啦 没有用了 对吧 4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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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开闺化 他就没办法 后来他来找我 当时我 比较年轻 我比较老 现在老一点 我真的也答不出来 为什么念六字大明咒 就没有用了 后来我去问我西藏的上师 他也是主修观音法 我说仁波切 我们台湾有几位佛友来找我 说他看到鬼啊 他也念六支大明咒 鬼也能念六支大明咒 而且鬼还跟他讲 嘿嘿嘿 你不用念啦 没笑的啦 因为我也念 我也念 我说仁波切你可以开始怎么办 专心听 他就很合掌 然后呢 仁波切跟我说 你要加上观想 因为人间的众生 你受过三规五戒 你要对三宝有信心 这样的人是嘴巴念 可是心里没有观想 所以他没有力量 而幽民界众生不一定受过戒 所以他不一定是佛教徒 虽然我们要怜悯他 不要伤害他 可是你加上观想的力量 就当观想 观世音菩萨像太阳一般照着的 Om Ma Ni Be Mi Ho 人加上念 还加上观想力 你就会升起力量 我听得非常有很大的受用 后来我一知道以后呢 我就用印度打电话回来 告诉他 仁波切如何开始 结果呢 他就开始念 Om Ma Ni Be Mi Ho 结果那鬼又出现了 嘿嘿 你不用念了 他就呢 观想 Om Ma Ni Be Mi Ho 鬼都不见了 观想力很重要 请写下来 因为你嘴巴念 你心没有观想 我们人呢 是有善根的 你也做过佛弟子 三规五戒 甚至在座都受过菩萨戒 鬼道的众生不一定有戒体 所以观想力很重要 但是你不要想说 我是要破坏它 而只是说啊 可怜的众生啊 你也是迷惑的 但是呢 请你远离 这样子 请看幻灯片 第二个 对治烦恼成功以后 你就会安心办到 就像我刚才举例 很不幸那个出家人呢 最后他还俗了 因为被女生吵到 最后他只好开门 我回去吧 我跟你结婚 你不要自杀 他心太软了 那你会问师傅 那万一他自杀 是不是要赴因果 不 个人有个人的业 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推到别人去 第三个 随个人的喜好 选择一个专精的法蛮 你会安心 第四个 按照固定的步骤 还是去羞耻 不要急 第五个 要发愿 唯有成就无上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你安心 那你也会降魔 详细写在中国的智者大师 世禅波罗蜜里面 你再看 降魔图 对不对 我又会看到 对 这是壁画 是用泥塑做的壁画 你看左下角 有三个女生 然后呢 有骷髅头 对不对 最后呢 这个魔王在正中间现出来 你看佛啊 心都如如不动 因为佛除了他安住在慈悲心里面 他也了悟空性 你看佛万马君腾的所有妖魔鬼怪来 你都不要害怕 你要升起怜悯心 因为鬼也有佛性 所以当你升起慈悲心 你on mani ben mi hon 是帮助他 而不是伤害他的心的时候 你身上会放出大悲心的光芒 然后呢 他看到你的合掌 他就走了 所以当你碰到一些负面的力量的时候 这是真实的 我自己这一生也帮助过别人 那我的思思就不用说 免得你误以为我在炫耀 好 那 因为时间的关系 很抱歉 我要说 这个蜜乐日巴正道歌啊 这一次就没办法教各位了 请看105页 蜜乐日巴正道歌 在第107页 简单的讲 没有觉悟的时候 妖魔鬼怪会障碍你 当你觉悟的时候 心如如不动的时候 这些妖魔鬼怪会变你的护法 107页 乃至于假如你真正正悟的时候 魔也是空性的 了不可得 因为魔也有佛性 为什么它会成为魔呢 答案它有邪见 还有恶业 所以一切的万法是不存在的 所以请看幻灯片 我要给各位一些建议 第一个 接受自己的心 第二个 转化自己的心 第三个 你才能够证悟自己的心 因为时间有限 我讲重点 请看 接受你自己的心 就是不管你是念头好跟坏 你要真诚接受自己 当你真诚接受自己 不圆满的时候 其实魔啊 它会赞叹你 这个人了不起 它真正修行 将来会成佛 第二个 转化自己的心 就是不管你的念头是好跟坏 你很努力地在精进 转化自己 不清静的念头 将来你是走向成佛的方向 魔也会赞叹你 那为什么魔会看不清你呢 因为看你啊 也是贪嗔痴烦恼很多 五欲六成 只要一个帅哥美女 各种享受 你就继续轮回啦 所以其实他也觉得 没什么 所以讲真话 各位你现在碰到的 都不是欲界天魔 只有真正在闭关 勇猛精进的时候 智者大师三次降魔过 各位你现在的魔 魔都是什么 你心中的幻想 还有妄念而已 其实你还没有修到啊 魔王来找你 他看着你 反正你也出不了六道远回的啊 现在各位的魔 都是你的幻想跟妄念产生的 所以你在做梦的时候 会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 对不对 第三个 证悟自己的心 就是你很努力地 证悟自己本来的心性 本来的面目 如实地显现 就像佛陀这样 对不对 眼镜神 Narga 都可以做 佛的护法 在佛下雨的时候 做他的雨伞 为什么 因为佛陀 证悟了自己的心 他心不受外境影响 他又知道 所有一切是虚幻的 看释迦摩尼佛 雪山苦行六年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掌握自己的心 不受外境影响 这个才是重点 好 这个是我要说的 好 接下来再看经文 请看八十七页 丑二法和 八十七页 第四行 温书实力 此法华经 是诸如来第一之说 于诸说中最为的圣身 末后赐雨 就像强力的转轮圣王 先把明珠保护很久 到机缘适当的时候 他才给他的法王子 同样温书实力 此法华经 诸佛如来秘密的宝藏 在所有经中 是经中之王 就跟华严经一样 最为其上 长夜守护 他不会轻易对别人乱说的 始于今日 乃对各位说 而佛要入灭了 才正式讲 妙法莲华经 所以法华经 是可以降魔的 你专心念普门品 念观世音菩萨 也是可以降魔的 接下来你专心念 观音或地藏的圣号 也是可以降魔的 所以古来很多 念妙法莲华经的呢 都可以降 很多幽民界的众生 所以 听到法华经 对法跟佛力 要有甚深的信心 好 最后 真的讲不玩了 我们也不可能呢 还在找另外的时间 所以我讲一下 禅观跟梦境 好不好 就结束了 请看 禅观 请各位有机会 上商业经社的网站 请你讲看 智者大师的小指观 二十五种前方殿 乃至于做禅三昧经 我也讲过上网 修行道地经 还有在四禅波罗蜜里面 也有讲降魔 第二个 我也讲过心与梦的解析 请各位翻开经文 请看九十七页 对不起 我真的没办法讲经文 请各位包涵 我这次要跟各位忏悔 虽然 博文法师很慈悲 多给我一天 可是我看到了 因为老菩萨流动很多 我准备了太多的资料 有时候呢 我又希望讲多一点故事 所以这次经文 没有控制得很好 我要跟各位忏悔 不过 很多修行的重点 我还是讲了 我也曾经呢 在 这个大悲忠心 讲过 安乐行品 也上网了 如果各位要听后面的经文 也可以详细听 好 请看 九十七页 讲梦 修行会真正做梦 请看 大概有四类的梦 这是补充资料 第一个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像颜色啊 比如说你今天看佛堂 都是橘黄色啊 昨今是金色的 结果你回到家呢 你就做梦了 哇 你全部都是金色的 这个梦是假的 叫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第二个 四大不调和 也会做梦 比如说 有些人会梦到 哎呀 火山爆发了 糟糕了 我梦到新加坡 火山爆发了 明天我要赶快要告诉啊 新加坡的总理啊 或是部长 要赶快去啊 答案不是 是你心中火气太大 这叫地水火风 四大不调 所以你做梦 会梦到火山爆发 有时候呢 你会梦到呢 你好像掉在冰里面 很寒冷 代表你身体很虚弱 水大不调 尤其在禅经里会讲这些 第三个 有时候你会做梦 有太阳 月亮 有时候梦到寺庙 或三宝 或莲花 经文里讲日轮月轮 特别有时候是这样 你从来没有去过庙 比如我们台湾很大 你从来没有去到乡下 突然梦到一宗观世音菩萨 有一天你跟朋友去交游 就说哎呀走 哎呦 这个就是我梦中见到观世音菩萨 表示你跟这个寺庙过去生有缘 你才会 虽然你没有去过 可是你却梦到观世音菩萨 而且是这个寺庙的 我也曾经碰到 连有email给我 说他无意中上网啊 看到商业经社的 这千手观音 晚上他就做梦了 观世音菩萨跟他说话 其实木雕的佛像是不会讲话的 但是你做梦呢 佛只是 观世音菩萨只是依你的所缘境让你显现 这叫善根发露 这是好的 但不要执着 第四个有时候你也会做梦 梦到二夜现前 就是刀光剑影 被人家追杀 对不对 然后呢在梦中一直跑跑跑 跑到流汗啊 突然吓醒 他还告诉你 这是真的 是过去的二夜现前 还有些人可能会梦见啊 棺材啊 死人啊 或者被一直追追追追 追到很恐怖 答案这也是真的 但是在中国的周公解梦里面有说 梦见棺材 其实不是坏事 是会发财的 真的 这是中国周公解梦里面 师父以前读古汉文的时候学过 还有有时候 有一种人也会跟我 师父我不用公子而已 我一用公 很奇怪 我家全部都是大便耶 大便从角度来不好 可是从周公解梦来讲 听好你会一路发 真的台湾遍地都是黄金 遍地黄金的意思是什么 遍地都是小狗的大便 可是你在做梦当中 假如你真的梦见 你是常常进厕所 而且呢 也会看到很多的大便啊 告诉你这是好梦 但也不要执着 所以不管善梦也好 恶梦也好 答案呢 你就起来念心经 因为呢 梦也是虚妄的 再看下面 你要知道有高度的绝照 知道我自己在做梦 第一个 要有纸的功夫 调复你的心念 第二个 要有观的功夫 让你的心安住 所以各位我建议 今天讲完经可能很晚 回去的时候先静坐五分钟 念念佛号 或念念咒 不要太用力 然后就睡觉 那你晚上就妄念会比较少 其实常常做梦啊 老师告诉你 妄念很多 中国古人讲 智人无梦 真正的圣人是没有妄念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都会做梦 只是醒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记得 有时候不记得 有时候会做好梦 有时候做坏梦 尤其是你送地藏经 我真正勇猛啊 一发心要念妙法连华经 或念普贤行愿品啊 哎呀开始就做噩梦了 没关系继续念 然后你开始梦见出家人了 继续念 一直念到你完全无梦 恭喜你 你的恶业颤除精进了 可是你若不了解这道理 所以下面第三个 对空性啊 你要了解 觉悟一切都是由心变的 不管好跟不好啊 都是假的 不要太执着 有时候我们常常做了一些梦啊 都会想要去知道 好像它有一个 special message 或special purpose 你总是要找一些特殊的消息 或是特殊的目的 其实不需要 但有几种梦是真的 我可以跟你讲 第一个 譬如说你真正认经的 诵经念佛 灾见沐浴 拜观音菩萨或地藏菩萨 你真正的祈求 你会做梦 的确那是真的 有时候师父也会做梦 梦到上师 甚至呢 我也会梦到未来一点点事情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现在生子发生 上一经生我们有个老菩萨 一对夫妇 他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呢 曾经生的一个是小孩呢 因为意外的关系流产的 流产以后 他的媳妇很难过 就有一天我就做梦了 梦见什么 他们家有个女生 飞来了 飞到商业经社佛堂来 看着我顶着 跟我说师父好 很高兴 笑一笑 然后这个是女生 然后转个念头呢 他就跑出去了 我梦中就看得很清楚 就跑到那两个居室家 然后我就梦醒了 师父很少做梦 但是做梦一定会有因缘 也不要太执着 就后来第二天呢 我就问他 师兄 你的媳妇还好吧 上一次她流产有点难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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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他就不好意思说了 他说师父也没有什么事了 就过了以后 她比较难过 我说那 你的媳妇呢 应该还会再怀孕嘛 对不对 他说师父真的吗 我说你试试看 去检查 就一检查 她已经怀孕了 而且是女的 她吓了一跳 然后他们说 师父你有痛哦 不 我没有痛 我胃肠很痛 但是我真的做梦 也就是说 他们家还没有在检查之前 我是先做梦了 而且这个女生 后来生了出来以后 一岁的时候见来 师父看着她 她就对我笑 将来这位是我的学生 因为我做梦的时候 她就是飞来的 先飞到我们上野金色佛堂 跟我顶礼 然后就跑到他们家 就进去了 你看他们家都还没有检查 师父就先做梦了 像这些梦 就会有一些征兆 但不要太执着 知道吗 我们人都在生死大梦 请看幻灯片 如何保持梦清静呢 睡前保持清静的一逆眼 比如说你告诉自己 明天五点要起来 五点要起来 五点要起来 我要做早餐 明天要上班 时间到了 有些人不用闹钟 五点就起来 可见心的力量很大 第二个 有时候在静坐之前 冥想一下 第三个 睡前念佛或念咒 训练你的心 或是观想佛跟菩萨的谈成 不要太用力 尤其各位在睡觉的时候 佛话不要开得太大声 太大声你会刺耳 你就听着佛号 然后就睡着了 这样你就不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梦 最后放松轻松的心情 修属习惯 或是你了解大手印跟大圆满的 无相法门 金刚金响 无相跟无念 其实你会转一切的幻境 而为正直正见 好 最后请各位翻开最后一页 一百零三页 最后一页 不好意思 我讲完了 就转烦恼呢 所以假如你做梦当中 梦见了出家人 我梦见了佛菩萨 很好 这表示修行是真的有用功的效果 但是尤其你在用功的时候 有时候梦到恶念 恶业现前 很好 也不要失望 请看最后八十一颂 若后恶事中 有人宣说第一维妙之法 妙法灵华经 世人可以得到广大的利益 就像如上的祭宋所说 好 最后给师父几分钟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想供养大家 就是说我们常常讲 山不转 路要转 路不转 人要转 人不转 心要转 对 我们碰到修行的时候 会有很多逆境 包含物质环境的逆境 人事环境的逆境 都会来磨练我们的个性与习气 所以我们的心念 常常要转 真正的修行就是训练你的心 所以希望大家不管遇到逆境跟顺境 都不要退道心 法花心安乐行品就告诉你 生安乐 口安乐 义安乐 不但这样还要发愿 誓愿安乐 为了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你要发广大的愿心 最后给我五分钟 给各位看图片 因为我觉得我准备了 没有讲有点可惜 请看 佛灭度以后 南传佛教是不可以雕佛像 是佛的脚印 好 这就是台湾 高雄紫竹林金色用 我昨天介绍的 用大理石雕的佛 千佛伦像 今天晚上回去看看 你的脚有没有这些图案 有的话就快要成佛了 接下来佛塔很重要 因为在《妙法连华经》里面有讲到多宝佛塔现前 所以我简单介绍从古印度到中国到台湾到东南亚佛塔 早期的第一个佛塔 佛初转法轮度五比丘 都是这样子圆圆的 有点像卡布奇诺蛋糕的样子佛塔 接下来下一张 到了印度式的佛塔 赛起佛塔 传统上这个全部被英国人挖走了 大英博物馆 我全部看到 很壮观 那赛起佛塔在中印度 日本人做过很多学术研究 按照赛起佛塔 在佛的出生地 伦比尼岩 而借了世界和平佛塔 再看下一张 很庄严 在佛陀伦比尼岩 八大圣地里面都有这个 世界和平佛塔 因为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造了很多恶业 可是日本的佛教徒很虔诚 所以跟印度合作 在佛的圣地里建佛塔 让当地人有工作 这是我拍的 接下来你看 日式的佛塔 由日连正宗 南无法连德克 按照顺时针方向 东南西北 第一个 释迦摩尼佛 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对不对 接下来 佛成佛 讲妙法莲华经 接下来 佛大转无上法轮 刚才讲无量的经论 这是讲妙法莲华经 最后 佛入涅槃 这都是同流经雕的 从日本海运 而到印度的 非常的壮观 接下来再看 到了印度 阿育王时代 贤结千佛 成佛的 Maha Bodhi Temple 全世界的佛教徒 我也放过这个电影 给各位看 这是印度 阿育王时代建的 到了西藏 经过尼泊尔 是莲花生大士的 四眼天神庙 叫满院大佛塔 再看 我们就是在这里 满院大佛塔 点了十万盏油灯 接下来 这是另外一个 卡特曼陀西边 叫斯瓦亚布 翻成叫侯庙 传说 刚才那个塔 是莲师建的 这个塔 是文殊师利菩萨建的 在西藏的历史里 是这样写的 接下来 那净土也包含 曼达拉 壁画 就从天空当中 就看到像天坛一样 护城河 有圆的 方的 其实这个 曼达拉 净土 也是象征着 佛的世界 接下来看 中国五台山 大白塔 很有名的 就是 传说这里面 有释迦摩尼佛的设立子 还有秦一尊 迦摄佛的设立子 也在里面 这是古代人 保留下来的 接下来到了中国 中国就很讲究 都是楼阁 楼阁式的佛塔 像这是 敦煌 或云钢石窟 就都是用这种 中国式楼阁的佛塔 最后你可以看 云钢石窟 就有释迦摩尼佛 是非常的壮观 这里面也有佛塔 请看 二佛并坐的 多宝佛跟释迦摩尼佛 最后 在这个里面 云钢石窟里面 我特别拍到 有按照多宝佛 一层一层的石塔 它是整个石头 这样叼进去的 并不是叼好送进去 整座山这样凿进去的 那很难啊 这是多宝佛塔 多宝佛塔 从地涌出啊 我好不容易找到照片 你看多宝佛塔的左边 有过去现在未来佛 右边 过去现在未来佛 我们入口嘛 右边 后面跟左边 就三千佛 全部都是一个一尊佛 雕的石雕 就像现在看到 梅塔旁边这样 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 要师佛的墙壁这样 非常的壮观 这是多宝佛塔现前 到了日本京都 就会有建三层 三层代表法报化三身 有时候也会看到 建到五层 五层代表五方佛的智慧 所以日本京都跟东京 也保留中国唐朝的这种佛塔 就有日本式的文化 接下来就到台湾 花莲的古灰塔 严格说佛塔本来是住比丘 而且是供佛像 供佛设立的 可是传到东南亚以后 后来变成寺庙的经济资源 然后就变成供古灰 我讲一个石头山的故事 今天的讲经就圆满 然后我们就回一下 就是石头山 刚刚往生的圣开法师 我也很想念他 我认识他三十年的 他今年七月底的时候 在我去德国弘法的时候 很不幸就走了 我送走他最后一面 他住在山上 就像住这个宝塔 他住在塔的后面 后面西方三圣殿 还有一个他房间 所以他不是在佛像镇上方 第二层呢 他有三层 第二层呢 是出家人的骨灰 第一层是在家居士骨灰 那有些信徒来啊 看到这风水名利啊 礼拜六礼拜天说 师父啊 你这里很清幽 我晚上可不可以在你的佛塔住一下 师父说不可以不可以 在家居士不可以住佛塔 可是有一个居士就很固执吧 他说师父没关系啊 我就晚上住啊 结果晚上一住啊 睡到半夜就 然后就被人家踢下床了 结果他整个晚上都没睡好 第二天呢 师父问他 你昨天睡好吗 师父我永远在那里不敢住佛塔了 那你会说师父 那是谁 他一生呢 也可能是幽民界众生 也可能是伪陀 齐兰 天龙八部 佛门的护法 严格说塔是要出家的比丘才可以住 比丘尼还不可以住佛塔 比丘尼是住佛塔旁边的金社 因为佛塔本身是共佛的佛像 设立子跟经典 代表三宝所在之处 可是文化传播很久远 一直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全世界呢 现在很多的塔 其实都是贡祖先 当然贡祖先是很好的 可是你不要忘了 中间还要贡佛像 贡经典 或贡社立子 好 今天的讲座全部讲完 最后给我两分钟 感谢三宝 感谢一切的人事物 希望大家还能够发愿护持正法 其实法华经浩瀚如海 我再次跟各位道歉 我这次虽然讲了四天 也是很精彩 不过呢 我可能控制的不是很好 因为我看到很多老菩萨 所以我就讲很多很多的故事 希望能够把佛法 深奥的佛法 可以融入到你的生活里 所以这一点我要公开跟各位道歉 请你多多包涵 今天时间又晚一点 也希望大家能够如说修行 依教奉行 也感谢大会 普恩师 还有普根师 也感谢工作人员 也感谢所有今天点灯出席的人 我们大家给自己 跟所有一些人 就一次热烈的掌声吧 答案 精进精进再精进 看红衣大师 红衣大师在东南亚影响力非常非常大 我甚至到了马来西亚 在宾城KL或住霍巴路很多寺庙啊 都有红衣大师的字而写的柱子 乃至于在Gelang呢也有占卜院 由以前广洽老和尚而保留下来 我亲自见过红衣大师赤金学的写书 还有书法 好 所以红衣大师写了 生命很苦短 要勇猛精进 那待会我们要念 红衣大师亲自写过的 愿我灵欲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好 在这里我回答一个问题 好吧 师父我不明白 请问为什么普贤菩萨在第二十八品 普贤菩萨劝八品回向里面 若世尊发愿法华经 流通于难言福提众生 一切众生灵命中时 会生到都帅内院 那请问普贤菩萨对于华严经 最后是倒归西方极乐世界 这两个为什么不同呢 是什么东西要求生弥勒内院 要念法华经都可以吧 好 这个连友问得很好 注意听 我在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品有回答 简单地讲 华严跟法华都是文书跟普贤 这两个大菩萨互持的 简单地说 你要发广大的菩提心啊 你才会听到大乘经论 华严法华在中国犹如太阳跟月亮一般 至于你念这部经 你要求生哪里啊 注意听 是你自己的意愿 那经文里面 其实你引的这一段 最后一品说 往生都帅内院 其实你还忽略了 法华经有两次流通 在这个 要王菩萨本视频里面有说 若有人送妙法莲华经 你命中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古土 你回去查经文 有一段经文是这样 所以可见它有两次流通 所以答案是呢 你去哪个佛国土啊 是你自己的意愿 你念法华经 你要见当来下身佛 没了菩萨 也可以 你念法华经 你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也可以 你念法华经 你想要去东方药师净土 也可以 答案是十方佛国土 每一尊佛都讲妙法莲华经 这样听懂吗 所以法华经有两次流通 那至于普贤行愿品很特别是说 在所有华言海会上 以凡夫的角度而说 大菩萨来说 它是没有差别 因为大菩萨简单的讲 它有international passport 它每个佛国土啊 它都来去自有 不像现在 师父有一个月的新加坡护照快到 我又要出境了 阿弥陀佛 因缘就是这样 我不是新加坡人啊 我也不是PR 我是台湾啊 台湾你是sit人啊 所以我只要 只要接受这个限制嘛 菩萨了悟 一切的净土啊 是唯心造的 所以华言经说 初地的菩萨 可以到一百个世界 二地菩萨 可以到千世界 三地菩萨 百千万 可以到万的世界 然后呢 四地菩萨 百千万 十万 可以到十万个佛国土 也就是说 以他的功德力啊 菩萨来去佛国土 是没有障碍的 可是啊 我们凡夫有障碍 因此 在普贤行愿品 善才童子表演啊 普贤菩萨劝理说 所有的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是指华言 跟净土 的确是非常有关系 其实念法华经 在这个 药王菩萨本饰品里面 经文也讲 念法华经也可以回向求生 极乐世界的 所以这个没有差别 答案是 所有的经文 都可以求生 敬佛国土 答案是在你的意愿 有一个脸友问说 师父 这里面讲了很多关系 有空你可不可以教到 师父一些关系修行的方法 可以不过这个讲座有时间限制 欢迎你参加静明一日禅修或二日禅修 然后在静明佛学社的奖金 其实我每天也会交 那这边呢 因为我们还要配合大家送钥匙金 所以时间又很有限 所以请你能够包涵 好 问题回答完了 现在请翻开讲义 极乐净土发愿文 请翻开第七页 极乐净土金简发愿文 希望我们把这个讲座 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好 那先看第九页 第一句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这里无量光佛叉有两个意思 请写一下 因为有些人有跟我说 师父你每次都念 可是我不一定去极乐世界啊 我想去见弥勒菩萨 我想去见药师佛 我想去见观世音菩萨 很好 但是这个极乐世界发愿文 有意思是说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在《华言经》的注解有两个意思 狭义的说 无量光佛是指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又叫做 无量光佛 无量受佛 所以狭义讲 这里是指西方净土 广义的说 任何一尊成佛啊 都叫做无量光佛 光代表智慧 所以要师佛 成佛的时候也是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光芒 无量的福报 任何一尊佛都是无量的功德 所以无量光佛叉是代表任何一个净土都可以去 这样了解吗 好 请合掌看幻灯片 这是敦煌的临终壁画 希望你用十秒钟先向西方极乐世界在你的面前 连此还会佛菩萨出现 右边有你这一生 爸爸 妈妈 兄弟 姐妹 好朋友 不管他今天有没有来 都在你右边坐着莲花一起合掌 左边呢 讨厌你的 讲你八卦的 常常刁难你的老板 那些出卖你的坏朋友 通通都站一排吧 也来 合掌 后面有无量的众生 这样一起发愿 不要念错 慢慢念 发愿是很重要的 也是希望我们这次讲座四天都圆满 跟我一起念 愿我灵欲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会显清静 我时余胜莲花生 清度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受记矣 化身无数百聚之 智力广大便十方 普立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就近恒无尽 我此谱贤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愿今礼佛发愿 修持功德 回师有情 似恩总报 三有其之 法界众生 同缘总治 最后师父真的很感谢 所有的人 那我们今天四天的讲座 就到这里圆满 谢谢各位 大家热力掌掌声 鼓励自己 真正的谢谢补恩法师 谢谢补恩根师 还有所有的干部 我们以热力的掌声 来感谢补恩师 为我们说一说 鼓励的话 谢谢 录音请继续录 尊敬的新闻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问你们 来聆听六场新闻法师 讲的安乐行品 六场圆满的请举手 不错了 十来位 手要不要放下 还是师父的点名 到底六场讲什么 哎呀都是这样 每次补恩师父 这招最厉害 以后我很聪明 我不要举手 反正听六场 安乐行品 知道最重要的核心 安乐行品讲什么 心安乐行 口安乐行 意安乐行 寺院安乐行 所以你们要知道 新闻法师 新闻师父 慈悲 来讲安乐行品 记得 你目标要抓准 抓对了 师父在讲解的时候 你们很容易露心 很容易露心 这次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的新闻法师 非常慈悲 第二年在我们 持光福利协会 佛教文化部 做第二年的福利讲座 新闻法师也非常慈悲 所以答应师父 明年再来持光福利华 文化部 做第三年的福利华 讲座 鼓掌归鼓掌 要发愿 明年一定要来聆听 我们的句子 很好听 师父讲得很动听 很用心 很好 明年有没有姻缘在 一定要发愿 所以我们的持配的新闻法师 明年会讲法华经 第二品方便品 第二十八品 普贤菩萨劝发品 都非常殊胜 法华经二十八品 都是非常的殊胜 所以我们新闻法师 其实二十八品 他都读过了解 深入的研究 所以他会找了一些 比较契合大众 容易明白 容易深入学习的这些品来 告诉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明年 要发心来聆听 佛法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如果你们不懂佛法 你们生活真的很不烦恼 你们懂佛法 就知道什么叫看破 什么叫做放下 你慢慢慢慢会远离我们的痛苦 众生最麻烦的习气 就是自己喜欢找痛苦 不是别人给你烦恼 不是别人给你痛苦 是自己很喜欢找痛苦 做好朋友 烦恼做好朋友 就像新闻法师第一晚讲到 善缘善法 我们不喜欢修 喜欢恶缘恶法 很喜欢清净 容易学习 所以断恶修丧 一定要作为你们学佛的目标哦 断恶修丧 一定要作为你们今世 学佛的目标 所以你要听 师父们讲经 你才容易入心 容易入心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 感谢鼓励 鼓掌我们的慈悲的新闻法师 去年的姻缘很殊胜 今年的姻缘很殊胜 都是碰到我们要是佛法会 即要是佛的圣诞 所以希望明年又有这个姻缘 再碰到我们要是佛 要是法会 要是佛的圣诞 再做第三年的福利讲座 希望大家居士 麻烦大家下去的时候 帮忙师父把遗址 全部移开 等一下我们义工们 把拜殿放好 方便我们明天 我们的伟大的 那么要是流离光如来的圣诞 八点钟要是宝餐 也祝福大家身心健康 六十吉祥 福慧双修 道心永固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